要是有一个时间机器你会用它来做点什么 是穿越到几千年前当个穿越剧的主角 还是回到上个月买六合彩的头奖 这种格局一看就是小家子器 真正大人物可是用时光机抓捕罪犯的 林可就是一个时空巡逻队的队员 这天他正牛气轰轰地驾驶着时光机在时空隧道里各种穿梭 突然感觉到战国时代发现了空间异常 这一看就是有人搞事情啊 林可想仔细调查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却被一堆不明飞弹袭击了 林可只好慌忙迫降 林可的时间机器坠落在漆黑的地下 他伸出扫描仪终于扫描到一个哺乳动物 来不及细想赶紧附身在那个哺乳动物身上 结果林可估计错误 他居然慌不择路地附身在小白身上 林可这个后悔啊 做梦也没想到到了地球第一件事事先做狗 好在这时候小新端着狗粮来喂小白 林可赶紧抓住这个机会跟小新说话 小新一脸猛逼 小白你不是男孩子吗 为啥说话是女生啊 林可也猛逼 小朋友你看到会说人话的狗 也不惊讶一下吗 在小新的引荐下 林可终于见到了小新的父母 他希望野员一家人可以跟他回战国时代去逮捕犯罪者 这么严肃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么不靠谱的一家人帮忙 广至说他再不去上班就迟到了 而美牙也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找警察帮忙啊 林可记坏了 他说如果野员一家人不帮忙 那可能不久之后他们也会消失了 野员一家人最终决定为了正义两肋插刀 一起回战国时期浪一浪吧 在进行时空旅行以前 野员一家三口先穿上了时空装 这个衣服就是无论时空机器穿越到什么年代 这一身衣服都会变成符合当下时空年代的服装 而小新穿的红色时空装还有三次紧急救援的功能 遇到危险大喊救救我就行了 一行人终于上路了 三个人一条狗挤在一个十分狭小的紧急舱里快闷死了 林可这时候才对他们说 这个紧急舱是一次性的 只能去不能回 要是找不到改变过去的原因 那野员一家人就要永远留在过去回不来了 天哪居然被人坑了 广至这个后悔啊 都怪我没有安装国家反诈APP 上当了受骗了 经过一番折腾野员一家人终于到了战国时代 那个时空装也变成了最适合野员一家人气质的衣服 不用想肯定是平民穿的衣服了 野员一家人刚刚着陆 就被一群打着主板的人者给包围了 小新一看这些人就来了精神 不就是一群相声演员吗 我也会说快板说 不知道是不是小新的快板说的他们自愧不如 这群家伙居然拿出了手里剑 说不过人家就要用武力解决啊 一个漂亮小姐姐骑着高头大马来解救小新了 她一剑射死了射箭的忍者 又挡住了其他忍者的攻击 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摆平了 最后一个忍者一看不好 抢了美牙的手提包跳伞就跑了 小姐姐一看野员一家人一点也不意外 直接叫他们救世主 她说自己叫吹雪丸 是春日不成成主的儿子 原来不是大姐姐 小新有点失望 吹雪丸说他们这里本来是安居乐业的幸福制度 可是云黑斋到来以后一切就变了 因为云黑斋会妖术 所以春日不成被打得节节败退 吹雪丸的父亲和母亲都死了 妹妹也被云黑斋抓走了 他们那里传说会有救世主降临 救世主是奇怪的一家三口人加上一条狗 所以吹雪丸每天都在等救世主的出现 这下终于找到救世主了 吹雪丸有信心 一定要打败云黑斋 收复春日不成 救出妹妹 相对于吹雪丸的兴奋 野员一家人更忙个的 美牙和广志在研究刚才被忍者偷走的包里有啥值钱物品 而小星则在研究这个长得跟大姐姐一样的大哥哥是不是有淡淡 小星他们踏上了与云黑斋战斗的漫漫长路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广志感到久违的轻松 要是以后都不用回去吧 也就不用面对32年的房屋贷款了 这么一想好像在古代也挺幸福的 林可突然意识到 如果云黑斋也是未来的人 那他没准也是来古代逃债的吧 一行人一边走一边看风景一边吃好吃的 与其说是来拯救世界的 不如说是来游山玩水的 晚上一行人找了一个破房子休息 吹雪丸的眼睛总是瞄着美牙 还趁广志不注意的时候戏胸 这个人居然可以一脸正气的耍流氓 就连辽媚王者小星都自愧不如 睡觉的时候吹雪丸也是死死黏着美牙 难道美牙的第二春来了吗 难道广志头上的青青草原已经发芽了吗 第二天一早大家一起上路 吹雪丸对美牙的态度可谓是无微不至 就连少根筋的广志都觉得不对开始吃错 这一口陈年老醋的味道把小星都呛得满脸通红 路过一片油菜花田 吹雪丸还在忙着跟美牙搭讪 这时候一个硬堂发黑脚步虚浮的男人走了过来 他就是云黑斋派来对付吹雪丸等人的武士猛男哥 猛男哥虽然看上去好像身体被掏空 但是打起架来还挺厉害 吹雪丸被他打得显像还生 一边观战的美牙急坏了 赶紧让小星使用紧急救援技能 小星念了咒语以后居然变成了一只大蟑螂 这玩意儿一看就是南方蟑螂 居然跟一辆小坦克一样轰隆隆的就冲入了战场 驮着吹雪丸一阵风跑 也就是吹雪丸的心态好 要不然看到这么大的蟑螂还长着一张人脸 早就拿出手机拍照先发一轮朋友圈了 在蟑螂做齐的帮助下 吹雪丸终于打败了猛男哥 大家刚刚尝出一口气 就发现在不远处的油菜花田里 一个漂亮的女人正在看着她们 哇美女爷 为什么色谋父子没有上去献殷勤呢 那是因为色狼的天赋 让小星本能感觉到这女人心机很重 可这女人却拿着美牙刚刚丢失的皮包 美牙和广志走上前 希望美女可以把钱包还给她们 美女二话不说拿出两个弹珠 把广志和美牙吸进弹珠里了 吹雪丸一看不好赶紧挥刀砍过去 美女却搜的一下就消失了 还留下话让吹雪丸和小星去云黑城找她 爸爸妈妈没了 吹雪丸以为小星会悲伤消沉 本来想安慰几句 可她想错了 你星爷要是能因为这点事情沮丧 那才奇怪呢 小星此刻正玩弹珠玩得开心 哈哈哈哈小样你们出来骂我呀 哈哈哈哈我自由了 这个不孝子啊 夜深了 吹雪丸一个人敲秘密走出去 她想做什么 小星和林可鬼鬼祟祟跟在后面 居然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吹雪丸居然没有小鸟 小星惊呆了 她要做善人吗 林可都晕了 你是不是傻 她是女扮男装啊 吹雪丸一看自己的秘密被看破了 也就不再隐瞒 是因为她父亲家里没有男孩子继承城主之位 所以才把她当成男孩子一样养大的 而吹雪丸的妹妹雪奶也被变成了弹珠 两个人正在聊着 突然一个大块头拎着火箭筒就冲了过来 一通扫射把小星他们睡觉的房子炸成停地 吹雪丸赶紧拽着小星躲进温泉 可好多忍者随后攻了过来 吹雪丸赶紧引开忍者 小星开启她衣服的救援功能 这下子小星居然变成了一个巨型蝌蚪 变成这玩意有啥用呢 笑死敌人然后继承敌人的花呗 吹雪丸已经被一群忍者包围了 眼看就无路可退 小星的蝌蚪突然净化成了青蛙 青蛙驮着吹雪丸一路突飞猛进 一眨眼所有的人者都被消灭了 大块头只好亲自上阵 她臭不要脸的仗着自己高大有力气 就欺负一个小姑娘 眼看吹雪丸就坚持不住了 突然大块头被火箭筒打了一梭子 原来是小星在背后偷袭 你要想说我心也不讲武德 小星表示遇到美女我连道德都不讲 还讲什么武德 小星一行人终于到了云黑城 但是却遇到了埋伏 吹雪丸骑马载着小星冲破重重伏兵 穿过枪林剑雨 一路狂奔到云黑城的城楼下面 虽然知道城里一定有埋伏 但是吹雪丸说自己已经有必死的觉悟了 她打马就往城楼里冲 吹雪丸胯下的马都快哭了 你有必死的觉悟我没有啊 我只是一匹马能不能放我一条生路啊 来不及了 云黑城的机关已经关闭 他们就是想出也出不去了 吹雪丸带着小星和林可一路打进了云黑城的城楼 他们一路往上打 很容易就见到了油菜花美女 看到吹雪丸 油菜花美女率先发动攻击 没想到她的和服居然是金属做的 吹雪丸不信邪 拎着刀对油菜花美女一顿狂砍 可被美女轻松抓住刀刃就再也砍不下去了 美女把吹雪丸的刀子折断 然后牢牢抓住吹雪丸的头发 吹雪丸拿出匕首把头发割断 然后狠狠一刀刺向美女 美女瞬间破防 原来只是一个人偶 可是在人偶被刺到的瞬间就喷了一口毒 吹雪丸不信中招了 她浑身麻痹已经不能再跟小星一起战斗了 她把匕首递给小星 去把骚拈 去努力战斗吧 小星和林可一人一狗朝着云黑斋的老巢跑了过去 终于见到了云黑斋的真面目 这家伙居然是古代历史研究中心的文化人 跟小星他们一样也是从未来来的 就在这时小星的小匕首突然变长了 40米的大刀闪亮登场 可是小星才5岁也根本拿不动这把刀啊 她赶紧使用衣服的救援功能 砰的一下小星终于长大了 不光长大了还浑身肌肉 文化人一看小星变大了 那我就变得更大 她居然进入到机器人里 用机甲跟人类打 真是太作弊了 没想到小星变大的身体还挺好用的 居然能把文化人的机甲都打退好几步 可是机甲浑身都是铁疙瘩 小星的长刀根本砍不伤她 小星打算跳起来攻击文化人没有机甲的头部 可是她忘记自己拿的是40米长大刀了 刀子砍进了房梁里 居然卡住出不来了 小星掉在半空中急得直蹬腿 但是刀子却纹丝不动 文化人一看高兴坏了 举起武器就向小星砍去 扑的一下时间到了 小星又变成5岁的样子 也因祸得福躲过了文化人的致命一击 这时候小星的主角光环终于下载完毕 40米长大刀从房梁上掉下来 正好砸在文化人的头上 文化人疼得直跳脚 不小心从城楼上掉了下去 这城楼外面就是万丈深渊 文化人毫无悬念的整体起飞 零散降落 小星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 突然一个机器人从悬崖低下飞了出来 他朝着小星步步逼近 一把捡起地上40米的大刀 把他重新变成匕首的形状 然后收到了胸前的抽屉里 完了小星这下杀手锏都没有了 只能抱着小狗等死了 可机器人的面罩一摘 里面居然是一个女的 原来她就是林可 就是那个只会借着狗的身体讲话 但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姐姐 突然小星的胸口一阵滚烫 紧接着就鼓起两个馒头一样的小包 难道是这孩子提前发育了 可是发育也不会发育那里啊 紧接着三道光从小星的衣服里窜出来 广至 美牙和血奶全都出现了 云黑寨一死 他们身上的魔法也都消失了 小星一看到温柔美丽的血奶 色狼血脉一下子就觉醒了 可是吹血完提醒小星 血奶是男人 你不要对他放电了 这春我不成的城主也是恶趣味 生个女儿当儿子养 生个儿子当女儿养 一切战争结束了 小星他们一家四口也终于可以回到现代了 而在春我不成 吹血完刚从午睡中醒来 城里还是繁荣依旧 母亲也还活着 吹血完意识到之前的一切都只是自己的黄粱一梦而已 小星一家人终于回到了现代 时间刚好赶上 广至上班小星上学都不会迟到 可是娃娃车一来美牙就发现不对劲了 大家穿的衣服怎么都变得很奇怪 再回头看看房子 也变得很奇怪 这是什么奇怪的风格呀 整个世界为什么都变样子了 野员一家人赶紧跑回房间里打开电视看看今夕是何年 电视里介绍说今年是平凡七年 而当今的统治者居然就是战国时期的云黑斋 那个古代历史研究中心的文化人 他统治了日本以后就复兴了这种魔幻的传统文化 文化人还紧急颁布了逮捕令 悬赏抓野员一家三口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野员一家人正吓得不得了 就听到了主板的声音 原来那群刺客又出现了 这下野员一家三口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没有吹雪丸没有紧急救援衣服 只能等死了吗 这时候一只大猫玩偶出现了 他举起前掌 所有刺客都被蒙死了 原来是林可赶来救野员一家人了 原来文化人在战国时代失败了以后就逃回现代 来改变现代的历史了 林可带着野员一家人 在现代继续拯救世界 一行人乘坐林可的飞船赶到文化人的府邸 文化人这个府邸的机关可比云黑城的厉害多了 文化人一声令下 整个府邸都变成了一个巨型机甲机器人 林可拿出时间犯罪防止帽给小星戴上 帽子与小星的兴趣结合 林可的飞船竟然变成了钢达姆机器人 现在真是彻头彻尾的科幻片了 机器人对战机甲人 简直酷毕了 文化人一拳打向钢达姆 小星用美牙神拳回击 可是美牙终究还是没有文化人的机甲厉害 小星赶紧让钢达姆使出动感光波枪 不要管是不是跳起了 反正这个机器人是小星幻想出来的 反正整个电影都是动画片了 这个动感光波区居然要是多人共同操作 毫无默契的一家人配合下来就只有失败 文化人的炮弹眼看就要打中钢达姆了 小星一家人再次使用动感光波枪 在爱的鼓舞下 这次大家的默契度刚刚上涨 一下子就输对了口令 文化人的机甲终于被打倒了 野员一家人这一次是真的回到自己家的客厅里了 这次真的回到正确的时间点了吗 他们刚刚爬起来就听到院子里有声音 穿上时空装的一家三口 正跟着变成狗的林可坐上失控飞船 正要去战国时期呢 哈哈这次终于一切都回到正轨了 广之也终于可以顺利上班 而小星也没有错过幼儿园的娃娃车 一切恢复原样的感觉太好了 没人知道这一家迷里糊糊的人 就是拯救世界的大英雄呢 当然说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的